我今天算了一兩千萬 一層繞著一層 白色透明膠帶緊緊黏在肚皮上 一旁的圓景拿著美工刀進行拆解 原來裡面可是暗藏玄機 我不行 剛剛綁一綁 男子一手靠著手靠 另外一隻手緩緩的將束腹給拆下 裡頭藏的可是一包包的毒品 而這景象怎麼好像似曾相似 原來在電影《門徒》裡面 古天樂也在機場準備要孕毒出境 沒想到就被逮到 而古天樂把毒藏在大腿裡 這次嫌犯則是把毒藏在腹部跟鞋底 航警局日前接獲線報 有孕毒集團要利用228廉價 把毒品運往澳洲跟紐西蘭等地 原來孕毒集團的成員 將搭乘26號晚上8點半 華航的班機飛往紐西蘭 登機前逮到周星女子等8人 身上都有兩三包白色不明結晶體 共重17公斤多 當場逮捕8人 27號早上還有一名寄信男子 跟陽性女子要搭乘華航的班機 前往印尼 可能以相同的方式運毒出境 航警在兩人到機場後就攔下 分別在他們的腹部跟鞋底 查獲13包的毒品 運毒集團共有10名男女 沒人以25萬的代價 夾帶毒品出國 那總計我們本次查獲的白色不明晶體 共重25.526公斤 那經我們取樣測試之後 均呈現第二級毒品 甲基安非他命的反應 那我們警方出估這批毒品的市值 總計約新台幣3億元左右 嫌犯事後都坦承 因為缺錢花用才挺而走險 這次警方提早接獲線報 在國內機場逮人 免得到時候在紐西蘭路徑被抓 他可真是丟臉丟到國外去了 記者劉志展李宜會桃園報導